《门徒头条》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 黄昏六点直播 夜晚九时重温 继续拒绝麻木跟虫 坚持圣经公义 欢迎大家收看《门徒头条》 我是哈维 今天是 十三日星期五 有些人说黑色星期五 当然 我们作为《门徒头》 就不会迷送这些东西 不过,今天的而且确 是一个 突发的直播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星期二 或者星期四 但其实最近也不太跟随 因为太多突发的东西 都等不到 包括今天在内 其实今天也非常非常闯处 坦白说 我连预告也来不及做 就立即开麦 因为一会做完这个直播之后 今晚 就约了齋sir 以及有我们的听众 因为今晚会举行一个中秋节的网聚 同时也会帮齋sir 庆祝生日 因为他也是九月份生日 齋sir跟我说 我生日 我请你们 那我想一下 你生日都是我们请你们 因为你请回我们 所以我和主持 听众说 我们今晚就 请齋sir 和他庆祝生日 大家记住千万 不要让他付款 就可以了 在这儿开麦先说 所以今天也比较 立落一点 一会做完之后 准备 然后就立即出去了 六点多的时间 其实 刚才早一点的时候 就和公司的同事吃饭 就预先 就是 慶祝中秋节 然后明晚 门徒小队 亦都在北角 举行 露宿者的 中秋节外言 所以两天就吃 三餐 叫做 慶祝中秋节的饭 还没计算和家人那些 所以 今年也挺忙碌 今天 继续讲 中华基督教会 协和堂 那个 性侵犯 事件 我觉得 非常峰回路转 因为 昨天 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 关于今次 揭发事件 这个关注组 我们一直以为 他当然是帮受害者 甚至可能由受害者组成 为他们发声 讨回公道 谁知道 被我们发现 这个关注组里面 相信有一些成员 自己本身 都参与过一些性骚扰的 即是本身是贼 现在是贼 限足贼 也都解通了 为什么由Day1开始 我看见 这个所谓 关注到他们所发的公开信 以至后来的行动 为什么 不像 大家知道 我报道过 或者在节目评论过 很多 过去教会的性骚扰事件 即是见过很多 但这件事 关注组的声明 或者他们的态度 跟以往我接触开是很不同的 似乎是站在教会那边 而不是站在受害者那边 但如果你明白了 原来被人滲透了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解通了 所有东西都解通了 所以今天 一定要开咪去说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 等不到 没办法再等下个星期开咪 所以今天辛苦一点 突发开咪 今天都要看着时间做人 说真是 好 正式日题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言 我们首先 看图讲故事 大家看看盈光幕 这个是IG 因为必须这样说 因为小弟通常的习惯是看Facebook 我不是说不看IG 而是就算我看IG 如果我看到那样东西 他发表那样东西 和Facebook 一样的 那我不会特意花时间去看的 说一句 我更加不会花时间去讨论下面的回应 但谁知道 今次这件事 其实最关键 就是出在IG的回应方面 那说一说 大家记得 在上个星期六的深夜 这个关注组 就发了公开信 去披露这件事件 然后 就在这个POSE 在这个星期一凌晨1点多 有一个叫做Branda M 他在留言中 就扣露了一件非常惊吓的事件 他说自己在2009年 就是回协和堂的 当时就已经有听闻过 当时的唐主任邀请姐妹坐大腿的故事 之后就不了了之 你第一段听到 唐主任叫姐妹坐大腿 你就知道有了道了 好 读下去 然后 Branda 说 之后 他就偏配到小组 而当时的组长 都是给我们年纪大几年 来自一个叫做 所罗姆的小组 我记得当大家都长大之后 我留意到 组长的分享有些古怪 因为很多时都会对不同的女生平头品足 那怎样古怪化 怎样平头品足 他就没有详细去交代 Branda 说 甚至见到在这个小组 有一个用AV旅游命名的裙 里面就分享了一些不同女生的照片 不知道有没有教会里面的人 甚至乎是有分享日本AV片的连结 几年之后 他们当中有些人做了教会领袖 有现有的执位 有前任的执位 有继续做组长 更有去了众修基督教 我想他意思就是众修神学的意思 这个画面 我现在想起都很难忘 都有不安 不知是否就是性暴力的一种 好 那我们先回来 大家先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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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姐妹坐大腿 又或者 组长 有些很古怪 就是去看女生 甚至去看女组员 甚至乎他们有个群 不知道是什么群 他有没有详细的群 他有没有详细去说到 组长 或者一些组员 竟然会分享一些日本旅休的照片 甚至那个群 都是用AV旅休的命名 会不会是仓井空 还是波多野结衣 不知道 这个真是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研究过 究竟是09年的事件 你听到 觉得 里面的事情都很惊吓 甚至乎 他说当中 有些人长大了 因为是十几年之前 你自己计算数 十几年后长大了 有些人做了前任 或者严人的执位 甚至有些是去读神学 读完神学之后 会不会做了宣教师 或者甚至做了传道 我说不知道了 那你就会理解到 为什么 上周六 关注组的公开送里面形容 有些人去投诉 但就被懒处理 甚至被轻视 或者对他们做二次伤害 那你明白了 因为这群人现在就是在 协和堂里面那群的执位 有现任的执位 甚至有教会的领袖 他当年可能都参与过这些事情 这些投诉未必是他们做的 因为是说十几年之前 这是十几年之后的事 说现在十几年之后 可能有些事发生了 未必是他们做的 但正所谓身有史 他们不想搞大 当然大事发小 叫受害者就算了 叫他们不要出声 可能是夹中压下他们 盖下他们 那你就会理解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因为这些责任 原来以前身有史 其实Brenda 说的这个故事 也挺惊吓的 其实我昨天也尝试去联络他 尝试去访问他 但他还没有回复 我希望他有看我们做节目 我知道他有看我们做节目 希望做完这个直播 或者重温看完之后 再联络我 接受一个更详细的访问 等我有多些详细 下个星期我再开一集 可以和大家再说 今天暂时就先不说了 其实我们昨天也出了个报道 如果刚才那些图 你看到看得太不清楚 你可能可以回到我们的网站 有报道的 图就清楚很多 在这里 今集只是说这个关注组 我问一问大家 我真的问一问大家 用常理去推断 假如在IG里面 有一个人 他自称是会友 他甚至自称是受害者 说自己曾经以前 在教会里面 都是遭受了性骚扰 都是遭受了性暴力 而如果你是群组 你是关注组 你是管理员 你知道是假 或者你怀疑这个人真实的身份 你会怎样回应他呢 你会有很多方式回应他的 例如问他 喂 我们 教会哪里 曾经有个小组叫做所罗门小组啊 我们有旦以利 我们有保罗 我们甚至有巴拿巴小组 我们就是没有所罗门小组 为什么呢 所罗门 出名色色的嘛 你看旧的都知道 取了几千个妃笨 所以就算上帝赐他 有智慧 他也是衰收尾的嘛 搞到这个王国分裂的嘛 所以很少会有教会 用所罗门去明明自己的团契 或者小组的嘛 啊? 这么狠色的皇帝 是吧? 但是你看到不是啊 真的 这个小组 原来 他的名字 起得好啊 里面有很多色彩子 所以又叫做所罗门啊 真的 来了提 先回来 我意思就是 如果 这个品牌是假的时候 是模型的时候 这个关注组 IG的admin 有很多方式 可以去质疑他 去回应他 例如就说 根本 教会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 所罗门的小组 又或者说 是有一个 所罗门的小组 但是 没有你说过 那些事情发生 我们的组长 从来 不会用什么奇异的眼光 什么对女生平头稳足 甚至乎 我们小组 都未曾去设立过一个群 是用日本AV女優去命名 绝对没有 或者 我们就算有一个群 但是我们分享 从来 不会分享 那些什么AV的link 就是那些 ThisAV.com 我们不会分享 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会分享 那些什么 女生相 不会分享 我们就是分享 那些 诗歌的Youtubelink 我们就是分享 每天 零收三分钟的经文 或者 我们就是分享 报道会的相 总之 我们绝对 未曾分享过 你们说过 那些东西 你是假的 应该这样回应 是不是 有很多方式 如果你怀疑 这个Blander是假的 你可以立刻 读穿它 否认也可以 但是 这个 IG的管理员 是如何回应 我们看一看图 这个就真是精彩了 在这个星期一 下午1点多的时候 这个Admin 就是这样回应 就说 Blander Blander 你好 谢谢你有勇气 在这个平台 分享经历 以及感受 鼓励你找双熟 以及送饮的亲友谈素 再慢慢决定是否尋求有更一步的协助 这些说法很够的 就像他们那些 AI机下人 但这里不是重点 重点是由第二段开始 由于关注组有成员 是由你提及的所罗门组的组员 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不適宜再跟踪这件事 本关注组曾经尝试在凌晨的时候 以IG、DM的形式 就是试诵 去接触你 但你忽略了信息 不 请你忽略信息 及拒绝回复 如有需要 我们建议可以联络堂会 蛤? 为什么叫他联络堂会 还有什么 或者联络这个基督教协众会的圣经 性别公义事公 我们已经向 性别公义事公 交代你在社交平台发表的内容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转交? 我没有授权 你都没有把我的内容转交给别人 发生什么事啊 这里 是不是拒绝了? 又或者流浪风雨栏 了解性暴力的定义 拒绝了吗? 我自己经历的性暴力 我用上网去看看 什么叫性暴力 你是不是拒绝了? 这些都是乱说的 最重要的就是 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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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等一下 或者是这样 看多一个图 先评论这件事件 比较好些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Brenda 在星期四 就是昨天 在昨天的凌晨凌时 20分 去回复 这个 关注组 他是这样说的 马安 请问你们关注成什么 我作为受害人 向你们关注组 分享经历 你们就说 关注组里面 有 所罗门组的人 怀疑涉事事者 所以有利益冲突 就是说 关注组里面 有涉事人? 关注组里面 有怀疑涉事人 就不适宜跟进事件 但关注组应该有 不是所罗门组的成员吧? 为什么另外的成员不可以回复呢? 这个Brenda也提出一个质疑 发觉说话有矛盾 继续 但是说 关注组 即是所罗门组及相关人士 我向关注组反映 关注组又要我向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堂反映? 如果你们认同协和堂有能力处理 为什么要成立关注组? 我说exactly exactly 说重点 即是如果你们相信 这个教会是处理到 有处理的时候 你又不用整个关注组 另外去披露公开事件 或者要去寻求公道呢? 是不是贴了线? 即是你会见到这个 所谓关注组说的话 是错漏百触的 叫人找回协和堂那里去帮助? 帮到的时候 然后就不用你们这帮人了 是不是? 最后 如果各位关注了成员 就是当年所罗门组的成员 你们会不会就有关于 你们的怀疑性暴力行为 向我道歉呢? 是要的 我觉得是需要的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 受害人走了 出来 这样 好,我们 等一等 我们等一等 接着再回来 因为一个人去控制 panel 有时候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就是 好,先回来 好 喏 大家看完了 是看完了 你可以待会看完这个 就是博位重溫之后 自己上回去 还在这里 应该还没刪除 但刪除了也不重要 我们当然已经卡了图了 OK? 卡了图才跟你说 当然是 这件事情 首先 第一个 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 你又关注了这个回应 回应 Brander 这个回应 可以肯定一件事 就是 Brander 这个人的身份是真的 他里面说的事情是真的 首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们昨天刊登了报道之后 也有一些读者 会问 都是Brander 一面支持 你肯定他说的事情是真的? 不让他是假的? 但现在是关注组自己认证了 你又关注组的回应 他并不是好像刚才我那些假设 就是说 否认了Brander 他不是会有 否认了协和堂 从来没有所罗门小组 否认所罗门小组有他所说的群 否认什么所罗门小组的群里面 曾经有分享过的什么 日本AV旅游的相片 或者影片的link 是没有 不是这样说的 而是第一句就是 什么? 我再读多一次 就是说 因为我们关注组里面有成员 是你提供的所罗门组的组员 有潜在利益冲突 所以就不适宜再跟随这些事件 就是 连关注组里面 都是知道 Brander 说过的事情是真的 包括以前曾经有唐主任邀请 姐妹坐大腿的故事 都是真的 否则是不可能这样回应 关注组都是知道这些事情千真万确 所以他们才是这样去回应 因为里面甚至就是 有一个所罗门组的人 曾经 现在是他们的成员 所以 他也都清楚这些事件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 是由关注组自己证明Brander 这个人是真的 以及他所说的事是真的 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管理员 我以下用管理员去说好一点 就是 我们看出关注组是有不同的人 而这些人是有不同的立场 甚至有冲突 所以我用管理员去形容 现在这个在IG 我叫做有大点权限 甚至就是刚才 发回应去回应Brander 的人 我就称呼他做管理员 OK? 管理员就说我们不能够跟到Brander 这个事件 因为里面的冲突 我们里面有一个组员 是曾经参与过所罗门小组 就是你的小组 所有利益冲突 那这个是什么人 等一下我再去分析了 但是他这里 他说是有利益冲突 是肯定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 第一就是刚才Brander 也分析过了 你关注组里面 就算我 就算我当你说得通 因为有个人 我有承认是所罗门组 曾经参与过所罗门小组 有你的冲突就不能够接触你 那你没理由整个关注组 都是由所罗门小组的人组成 那你就找一个 不是所罗门小组的组员 去联络Brander 去联络Brander 就搞定了 首先 这个就是连Brander 都觉得说不通的地方 而第二就是 你们整个关注组去做些什么 就是要去协助受害人 你协助受害人 不是只是说最近这几年发生 或者你是手上跟踪那几个案子 就算09年发生的那些 如果是真的 而你们认证了真的 知道有个受害人 而受害人出来了 你们都是协助的 更何况 现在你们都说 已经联络了香港区会王家辉 莫斯 确认了王家辉 莫斯 就将会成一个独立调查小组 去看看 什么时候去调查 这个协和堂 这件事件 那你就将Brander 这个案子 转介到这个独立调查小组 让独立小组 可以跟进调查 就可以了 很简单 整个关注组成立 但是就是为了这件事 现在有个受害人 手上本 你们应该就是 将他 交给王家辉 莫斯 的王家辉 莫斯 加进调查小组 的调查范围 就可以搞定了 利不利益 什么冲击呢 所以第二 就是说 这个所谓利益冲击 是完全说不通的 是完全说不通的 这个管理员唯一的目的就是 和Brander说 我们不会再跟踪你了 有事的时候 请你直接接触这个 这个协和堂 或者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 交给基督教 这个 基督教协众会的 公义小组 很威死长 为什么他起了这个名字 性别公义事公 对啊 性别公义事公 那我变成了 我也要联络这个 性别公义事公 不是说笑 我和曹小姐说明 我下个星期真的要接触你 我说真的 为什么关注组 会把这个案子交给你 是不是因为你们和他认识 那现在 将这些东西交给你们 想着处理 你们性别公义事公 在这件事件的角色是什么 那就要交代了 我下个星期 说到明会接触你的 OK 第二 所以就是说 这个所谓 利益冲击 是绝对说不通 是一个托词 从事就是 不知我不跟进Banda Banda 你不要找我 是一个的藉口 这个就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就是由这个 回应当中 我们看到了 很明显 关注组里面的成员 都是有矛盾 是有冲突的 一个成员 我用什么呢 我用 我用所罗门组的组员 这个去形容 就是说 那个曾经扣过 IG PM 去私下 想去联络 接触Banda 但是 被那个管理员 就说 不要 不要回覆他 叫Banda 不要回覆他 我这样形容他 否则 我怕大家会混乱 我就称呼 这个人 就是曾经 尝试接触Banda 又被管理员说 他有利益冲突的 就是所罗门小组的组员 就叫做组员 OK 这样他称呼他会好些 起码你看到这个关注组里面 有两个人 至少有两个人 而这两个人的立场 是有冲突的 第一个就是管理员 第二个就是组员 管理员承认 成员当中 就有当年所罗门小组的组员 而这个组员 就曾经接触过Banda 而管理员直接叫Banda 不要理他 换言之 是有这两个人 而管理员的立场是如何呢 我们综合了 综合整个故事 以及之前看的公开诵 或者之后 其实昨天也有另外一个声明 你看到这个管理员的性格 立场是如何呢 他是比较主导 这个关注组的 他的话语权 会是大一点的 至少他可以 turn down 了 曾经想接触Banda 那个组员 或者你看到可能 IG 那些公开信 或者那些 发帖 都是由管理员去操刀的 去负责的 换言之 他的话语权 power 是大一点的 而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就是见到有一个受害者Banda 找他求助 都说 不帮你了 你自己直接找堂会了 你见到他的立场 是这样的 宁愿叫他找协和堂 宁愿叫他找教协重会 找封语南 总之我也不会帮你 这个管理员的立场就是这样的 另一个组员 就是刚才提到的组员 他是什么呢 我们估计 他在这件事件 是会比较倾向受害者多一点的 例如你见到 有一个又是Banda 受害者 他马上去联络他 起码是主动一点的 这个 他同样也是有IG的帐户 因为管理员也提过 他曾经用过IG帐户 扣个PN是想联络你 起码这个人也有IG的Lock-in 现在会否改了Password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起码话事权 就没有管理员这么大的 由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得出 这个成员是什么人呢 这里真的靠估计了 真的要靠估计了 可能性有四类人 可能性是有四类人 就是说 这个 所罗门小组的组员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 他和Banda 同样都是受害人 就是说 曾经当年 都是遭受过这些性骚扰 又被人平头稳足 有看到那些日本AV 仓正空 波多野结衣等等 心里面都是很不安的 是受害人 OK 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 他是加害者 就是说 他就是当年的组长 就是对那些女生平头稳足 会说一些很古怪的东西 会分享一些照片 连接等等 或者他不是组长 但是他有份 其他那些男组员 就是有份 会去 share 这些照片 去share 这些 link AV 片 等等 的东西 就是他们有参与的 OK 我形容是加害者 第二 第三类就是说 他们既不是加害者 又不是受害者 没有直接参与这些性骚扰的 但是 他们是纵容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是说 他们 总之我又不想看的 但是 你们喜欢做就做 我又不会阻止你们 就是你们 那么多人等等 不过如果有空 我也会看一下 按进去看看 可能立场就是这样 总之他们是比较 倾向那些加害者 但是就叫做 没有直接参与性骚扰 这样 那么这是第三类 那么最后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都是没有参与的 就是没有参与的 但是他们会比较同情的 那些的受害者 就是他们都觉得 有些问题的 但是又觉得在教会里面 在小组里面 但是又不好意思 出声去阻止 但是对于Bender 或者其他受害者 遭遇有点点同情 就是偶然都会 请你吃薯片 安慰一下你 等等 就是可能是这样 就是我想到 这四类的人了 就是唯一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想到 第五类的 你告诉我 OK 那么 最有可能 这个 组员 是什么人呢 那就要有少少逆向思维了 就是我们要由管理员的角度去推测 因为 我们比较肯定就是知道 这个管理员 根据刚才的分析 就是说 他是比较倾向教会多知 就是他表面上 扮作中立 但实际上 他不是在帮那些受害人 例如Bender 找他求助 他也一脚踢他走 叫他说 你自己联络教会 他说教会帮到他 就不用你们关注组 是不是 还有什么 他就说 这个 他希望整件事大事化小 他基本上是扮演一个 所谓拆弹的角色 就是 你见上个星期的公开信 或者跟着发出那些 的post 都是 那个信息就是说 就是希望大家冷静 这件事件 如果你有一个 需要求助的时候 你可以联络 基督教协众会的 性别工业事工 可以联络 这个 风雨栏等等 他们可以帮到你的 喂 大哥 如果我有需要 我自己会直接去找这些机构 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 帮受害者的角色 一个组织的时候 你们做的事 就不是这样的 这样 所以 你要回顾管理员的立场 就是说 你知道他 是扮演一个 表面上扮好人 但实际上是坏人 这个我肯定 所以 你就想回 对立 就是跟他相反 因为现在他是觉得 那个组员 做的事有问题 不让他去接触Bender 也不让Bender去接触他 就是说 他做的事在管理员眼中 是对立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估计得到 就是说 这个 的组员 就是说 所罗门小组的组员 最有可能就是 当年其中 一个 受害者 或者 同情受害者的人 就是在刚才那四个分类当中 其中这两类的其中一种 就是说 所罗门小组的组员 一 他本身是受害者 二 他就是同情受害者的人 所以 他和管理员的立场 是会有对立的 是不是 如果 反过来 他本身 就是那个加害者 或者他本身也是 比较倾向加害者那边 他就和管理员的立场 就是一致的 就是不会造成这些 突然间 就是表面的冲突 我们看到表面的冲突 就不会这样 就是这个 我是一个 叫做 有些少 逆向的 推理 逆向的推理等等 这样 好了 而如果这个推理 是成立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觉 是很 很吊诡 就是说 一个 宣称 自己 现在在协和堂 这个性暴力也好 性騷擾事件当中 是 扮演 或者站在受害者 的一方 说要去寻求一个公道 但事实上 竟然里面主导 那个管理员 或者那些话事人 实际上是站在教会的方 是站在协和堂的方 甚至 叫做 有份想站在 加害者的方 你会发觉 这件事是很恐怖的 为什么 这样的情况 会出现呢 如果我说得太深奥的时候 我用一个 简单一点的比喻 我一说大家 就应该明白了 就等于 汇典 当年 与港同盟合聘 入了民主党一样 大家一听就应该明白 是不是? 民主党的比喻 喂 但原来里面 当年就由 汇典这些人 入了去 后来在民主党里面 就慢慢取得了 一个话事权 而汇典是在说什么人 说些人名 你就明白了 冯伟刚 王成之 张炳梁 刘乃强 这些人 说后来 有些人做了官 哈哈 有些人做了官 有些人做了什么? 新闻 新闻统筹专员 在CY的年代 做了新闻统筹专员 有些自己 又跑了出来 做什么中间派等等 其实实际上 就要戒回民主党 戒回民主派的票 有些更厉害 直接做了人大 做了政协 你就知道 汇典是什么了 是不是? 太远的事情不要说了 我还想说 97年之前的事情 不要说那些事情 总之 汇典就是鬼 总之 用大家比较明白的属语 这些鬼 当年 进入了 和港同盟合并 成为民主党 结果 就在民主党里 慢慢拿出了 华士团 所以为什么 2011年 民主党 会进入中联办 大家就明白了 这件事情 关注了现在就是 当年的民主党 里面 有些鬼 有些汇典 进入了 还拿出了 华士权 所以 整件事就会变成这样 前日 上一集 我曾经 说过 今次这件事件 连受害人 都接受了教会五点的声明 都接受了 整件事就结束了 我完全收回了这个结论 我完全收回了这个结论 因为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在IG 这个Brandom 或者这件事件 而这个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所以现在我要重新去评论 这件事件 首先 协和堂发生性骚扰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但是 就不是 单单说 这几年发生 就是不是关注到公开送所 所说的 这几年 不止几年 如果由Brandom所说的情况 至少由2009年开始 已经有了 最早推到2009年 甚至更早 2009年 就是说15年之前 就是说这些性骚扰也好 或者性暴力也好 或者甚至非礼也好 可能不是几年 是说过去的15年里面 断断续续 都有发生 如果结合Brandom所说的话语 而受害人不单止几个 绝对不是关注所说的几个这么少 15年当中 我计算不到 说一句 是很多 是牵涉很多人 而 第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必须由协和堂 这间堂会的历史 去讲起 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堂 是在2002年成立的 它在哪里成立呢 就在协和书院里面成立 因为大家知道 协和书院本身就是中华基督教会 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 团契 于是就将他们集合在一起 就成立了一间堂会 所以就一直在学校里面聚会 换言之 多数当年 主要的成员 会友 或者你叫初代也好 都是这间书院的学生 中学生 十几岁的年轻男女 年轻仔和年轻女 年轻女 而 这些情况 其实就最容易出事了 你想象到 只是乱说而已 真的乱说而已 有个牧师 有个宣教师 或者有个导师 他可能 抵受不住引诱 或者他本身有问题 但是天天 或者每个开小组 也好 团契也好 对着这么多十多岁的年轻女 就会把持不定 所以就会成为了一个 所谓什么 性暴力也好 性骚扰的温床等等 可能导师 或者领袖是这样的时候 于是 那些男生 都觉得 有样学样 有样学样 组长又这样做 真的 所以为什么刚才Bender 形容那个组长 带他几年呢 那你就可以 由时间那里 估计得回 如果协和堂 在2002年成立 那就是2002年 2003年 就是第一批 过了7年之后 就是到了09年 第一批的 过了7年之后 都中学毕业 甚至大学毕业 就变成了他们 就已经是 教会刚刚出来的那批 就是他们已经完成了学业 出来 我们叫积清也好 或者叫什么也好 总之 开始能够承担一些教会的侍奉 因为他读完书 开始出来做事 有经济的能力 开始自己读 等等 就开始成为 接班 开始叫做教会 接班 就是你可以这样估计 所以他就可以成为 Brander 的组长 等等 甚至成为导师 等等 就是你可以估计到 是这样 好了 那跟着 于是 这一批人 根据Brander 所说 他们又相继成为 执委 组长 或者教会的 领袖 有些未必是 直接有参与性骚扰 但可能他们知情人士 就是他们目睹这些事的发生 但就没有去阻止 可能他们觉得 我也是想的 但就不好意思去直接参与 等于你看日本A片 有时候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尤其是你看MTR的片 旁边有很多旁人 那些在旁边看 但自己没有去动手 纯粹去看 类似这样的角色 如果你要我去比喻 就是 好了 所以他们 就算不是有份参与 但他们也有纵容这件事发生 所以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 可能他们没有份去参与 但也觉得 因为新有史 自己当年做过 所以就下意识会包庇这些事情 就是 免得无端端 叫做 扬起了 或者爆了这件事件出来 假如追究呢 说要追究几年之前的事情 那就追究在我身上 所以 就不要让任何这些投诉 叫做 发贷的事情 所以 为什么关注组那份公开送会说 就是过去几年 不断是唐区的领袖 或者 这个执委 都曾经有试过去压下这些事件 大事发小 难处理 那你就说得通整件事 但是转逆点在哪里呢 我真是纯粹估计 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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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们成立了关注组 实际上就是 骑劫了他们 以关注组的名义 控制了这批受害人 例如受害人说 我想这样做 作为管理员 或者我们也要尊重私隐 不如这样吧 有这些事发生就好了 但不要写年月日 涉事者 不要写这些 因为是私隐等等 做人留一线 类似这样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公开诵里面没有详情 写得这么温和 甚至说 如果你是受害人 你可以接触风雨冷 你可以接触基督教协众会 但总之你没有接触我 我未见过有一个关注团体会 这样写的 但这个关注的就是这样写的 你就明白 因为有一个管理员在 而这个管理员 极有可能 就是说十几年前 曾经有参与过这些性骚扰 或者纵容这些性骚扰发生 于是在这件事件里面 就被指派 好像是无间道 他是梁朝伟 不是 他是刘德华 其实他是刘德华还是梁朝伟 我不知道他是刘德华还是梁朝伟 总之他的验子 简单来说 他没有看见 就接触这批受害者 然后用关注组的名义 去骑劫他 然后就可以去带风向 因为十个人 有九个人 不会怀疑 关注组本身里面 是会有臥底的 是会被滲扣的 如果不是Brander 去这样揭穿他们的时候 或者用他的方式 令到管理员自己露出马脚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有人怀疑的 说真一句 而的而且确正是天网灰灰 就疏而不漏 好 最后的最后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看看 究竟这个IG的管理员是如何做大风向 这件事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 昨天 关注组再发多一个帖 我又不敢说声明 总之他们又发多一个帖 去跟踪这次事件 第一段主要就是 他们已经接触了皇教辉牧师 知道会介入事件等等 非常欢迎乐意 他们会迟着跟区会沟通 这个没什么 总之就告诉他们 他们跟王家辉是有计谈的 这才是重点 好了 第二段就说什么呢 本组近日收到多名关注事件人士的思讯 查询有关堂会对涉事人的惩处内容 为面产生误会 希望堂会能够亲自回应 释除公众的疑虑 同时 本组亦呼吁堂会 交代在寻求堂会协助之后 将如何处理现有申诉 以及未来再接获申诉的安排 以便让申诉人调整期望 避免再次受伤 这个你看到 邪猫味 真是邪猫味 因为他说 叫协和堂你们公布一下 究竟如何去惩处所谓的凡事人 但问题是你知道的 你是有知道的 因为上个星期日 协和堂自己的五点声明里面也说过 他们刚刚就在上个星期日主日崇拜里面 向回众报告 事件交代事件 包括如何惩处 你们也知道 当然你会说 他们关注组 说出这件事 和堂会正式公布 是可以不同的 我这个明白的 但是 既然你也知道的时候 你不是告诉别人 你所了解知道究竟 有什么惩罚 对于犯事有什么惩处 而教会 如何正式公布 是他们的事 两者是没有冲突的 第一 你有少少看到 扯的猫尾 第二 就是说 这句就是说 他叫堂会是什么 你要公布 将来处理这些申诉 让申诉人调整期望 避免再次受伤患 这句真的写了可圈可点 我说一句 这个意思就是 叫那些申诉人 要自己调整期望 为什么要投诉人 自己调整期望 如何调整期望 就是说 你不要想着可以寻求公道 最多是让你有一个途径 去说出你心里的不满 去输解你的情绪 去寻求协助 但能够寻求公道 未必可以的 不捨包单 所以 所以 你要调整自己的期望 我希望 协和堂先说 你要先说 等将来 假如还有人来 投诉 再有人找你 他懂得自己调整期望 所以 为什么我经常说 这个关注组 即是这个admin 这个管理员 他所写的 他所表达的东西 是站在教会那边的 还要避免再次受伤 好 第三段 这个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他说 我们尊重受害人选择处理事件的方式 同时期望公众 将个人意愿投放到受害人身上 影响受害人的情绪和判断 就是整件事 你要看到 由day one开始 这个管理员所写的东西是很置身事外 你看不到他站在受害人那边 似乎他像一个什么呢 他是像你 教会派出来的社工 他是教会派出来一个 所谓仲介 多一点的角色 是很抽离的 所以先说得出 就是说 我们不要影响那些受害人 免得影响他的情绪和判断 等等才会说得出这些东西 如果是受害人本身 或者是同情受害人 或者真的代表受害人的人 是不会这样写的 而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说 叫大家 包括你和我 不要把个人意愿投放在受害人身上 影响他们 现在是什么人 把所谓个人意愿投放在受害人身上 这个我相信他就是指我 因为我们 一直以来的报道 包括前天的节目 就是呼吁或者鼓励受害人去报警 或者就算不是报警 也公开这件事 你公开事件才能够 向教会那些所谓的施倒压 我想他就是针对着我们的门同媒体 针对着我在前天的节目 或者针对着我们一直的报道 就是鼓励受害人去报警 就算不报警 也跟前媒爆这件事件 去公开的详程 就是这样才能够构成一个压力 让协和堂 让中华基督教香港区会 正式要认真去做事 因为我在前天 我又强调这件事件 现在关注到的意思就是叫我收声 关注到的意思就是说 叫那些报警 要人向传媒爆料的人 叫我们这些人收声 按我的理解 关注到这句话 就是针对着我们这些人 叫我们收声 不要再逼那些受害人了 总之因为他们 就是我这个管理员 代表加害者 不是代表受害者 我现在直接说 这个管理员是代表了加害者 或者同情加害者 甚至有份他自己本身 曾经是加害者 根本就是想大事发小 就是想整件事更快close file 就是想这些受害人 总之就低调了 不要再出声了 总之我们拆掉了这件事件 现在有独立调查小组 如何调查不重要 但一到内部调查 公众就接触不了了 接着调查结果出来了 之后过了海就先 总之现在就拆了蛋 总之现在时代论谈也报道了 低声道也报道了 最好连门淘媒体也报道了 接着大家在网上吵了几天 Banda 又不说话 这件事就没有人去理 没有人去理 再调查多几十天 半年之后 大家就忘记了他 到时候那份调查结果 报告怎么写都没有人再理 他们又在做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不想Banda 再去搞大这件事 甚至不想所罗门小组的组员去接触Banda 了解 不想把Banda 的个案转戒给香港区会 转戒给黄家费牧斯去查一份 甚至不想我们再说这些 鼓励受害人报警的事情 鼓励受害人要向传媒披露的事情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现在很害怕 他们跟那个加害者一样很害怕 希望尽快叫做 水过亚贝过了这件事件 那我们会不会 我们当然不会 因为我本身前天 我真的以为是closed file 我觉得如果受害人都接受的时候 其他人就真的不能说太多 或者本身的 schedule 打算这个星期说完 下个星期就已经说回重道卫里那件事 因为其实重道卫里那件事是更大劲的 说一句 但我觉得既然这件事是未解决 是未解决的时候 我在这里 我都说了 我已经推翻了星期三曾经说的结论 所以现在我重新说一次 我的呼吁是什么呢 我的呼吁就是说 如果今次的事件 不是只说今次 是甚至09年或者更早之前 是涉及刑事的 就是我们说的那件事是强奸 非礼 侵犯 是有刑事成份的 我鼓励直接是报警的 报警的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之前已经解释了 但是我再说一次 就是当你直接报警的时候 就没有这些固惑的事情出现了 就是不会突然间有个人 假装去关心你 跟着又说和你组成个关注 早代你发声 因为你报警了 那件事 旁人就没办法去再干预 左右影响了 这个就是第一 但是 正如我之前说过 我都很明白 不是每个人都承担到 报警的心理压力 我明白的 我尊重的 所以 就如随便 承担不了 承担不了报警 又或者本身是民事 民事又更加报不了警 最多是凭机会 都将这件事件 向传媒披露 是的 例如Banda 所以我发出一个邀请 我希望看完这个直播 或者重温之后 他联络回我 做一个长重的访问 或者其他的人 都可以直接找我 我和你做一个访问 然后把你的故事 直接说出去 因为这个情况是如何呢 你只能够自己代表自己 你知道现在这个关注组是有问题的 就不可以再被关注组 或者其他人去代表你 就是你要自己代表自己 还有你想清楚 为什么你们会 一起成为关注组呢 是因为你们有相同的经历 或者你们有相同的希望 一个目标 就是所谓要讨会的公道 这个人 这个管理员肯定不是 和你们有相同的遭遇 他和你们也肯定不是有相同的目标 一定不是 你们的目标是否说 希望受害人 去联络协和堂 尋求协助 你们的目标是否希望 去找基督教协众会 圣别公义事公 去尋求协助 你们的目标肯定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经常说 我们是为了相同而团结 而不是为了团结而相同 如果是相同的时候 大家就走在一起 一起发声 但同一群人 根本跟你完全不合适 甚至有所冲突 硬行走在一起 就不要为了相同而团结 不要为了团结而相同 就是为了团结 早前要关注组 然后就犧牲了 或者放弃了本来你们想做的东西 想说的东西 陌亡创冲 用回 现在比较 大家明白 就是陌亡创冲 这个就是 今集调整过 要讲给大家的信息 这个weekend 我希望这几天 Banda也好 或者有其他受害人 直接联络我 那 我跟你做个访问 将你的故事 你要保密 什么都可以 你要不开名 什么都可以 那我帮你们做个 接着将你的故事报道开去 做节目也好 做直播也好 总之 不要再被人代表你了 尤其是不要再被管理员代表你了 是鬼 是会点 那个是冯伟刚 那个是王承智 真的不要 拆人当好人做 麻烦 好吗 今天要先做到这里 因为我收拾一些东西 接着我又要出去和齋sir吃饭 庆祝中秋 和网友网聚 庆祝生日 今晚还要录音等等 好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先了 OK 好 那就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请大家继续支持门徒媒体 透过payme paypal 转数快 货金给我们